大陸名校企業北大方正日前宣布破產重組 這引發了外界對中共推行的 高校企業經濟戰略的議論 高校企業是國企 充分享受著國家的資金優勢、資源優勢和基礎優勢 但現在卻幾乎全部虧損甚至破產 這其中的原因又何在呢 下面就一起來看看有關專家的分析 2月18號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以及旗下上市公司方正正確、方正科技、中國高科 北大醫藥等同時發表公告 聲稱他們的債權人北京銀行 向北京第一中級法院申請對方正集團進行破產重組 方正集團是北京大學1986年 投資創建的大型國有控股企業 已有30多年歷史 資產總額超過3000億 這家背著名校、高科技符號的企業 業務領域涵蓋信息產業、醫療、醫藥、房地產、金融 大宗商品貿易等多個領域 高校企業是中共政府近30年來力推的重要經濟戰略 除了北大方正集團清華控股 還有上海交大成立的上海交大產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華中科技大學成立的武漢華中科技大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銅濟大學成立的銅濟創新創業控股有限公司 中共喉舌新華社報導稱 清華控股助力累計轉化56項國家級重大科技成果 實現了62項重大科技突破 推動實施三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項目轉化等 但幾乎所有高校企業都自稱虧損 清華紫光的資產負債率高達91.86% 公開資料顯示 方正集團有息負債達1600億元人民幣 去年12月2號 方正集團發生債務違約 引爆了方正的資金鏈危機 那麼為什麼這種想進國家資源優勢的高校企業 會出現巨額虧損甚至破產呢 不想休股又不想經驗 資產好處得到的好處沒有 企業說不出好處是沒有關係的 重要的是啊 要國自衛的領導開心了 讓國自衛的領導有好處 國自衛的領導呢 反正也不是自己的企業 對所有企業的企業都好了也沒有關係 2017年6月16號 中共中紀委官網 中共中紀委官網公布了對14所高校巡視的反饋情況 聲稱絕大多數都存在管理混亂 權力巡租等問題 並且沒有任何一家校企 在其所標榜的技術領域中闖出名堂 這些學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其中北大問題尤為突出 2003年方正集團改制時 就有19億國有資產流失 據報導 中共高官 前中共統戰部部長令計畫 和前中共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的兒子 都深捨北大方正貪腐渥案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王建國指出 中共這種依靠貪腐推動的經濟模式 不可持續 王建國指出 正是這種以貪腐作為原動力的經濟模式 造成國家資本轉化成權貴資本 老百姓才貶得貧窮 失去人權 失去民權 中華民族子孫來以生存的環境 才會輕易的遭到破壞